中国嫦娥号下一步计划是什么?我们具备了建造月球基地的哪些条件? 随着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不断杀先记录,中国嫦娥登月受到了全球的瞩目。 不过中国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步前的,嫦娥4号只是一个开始,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呢? 根据中国探月工程副总师于登云的介绍,中国嫦娥探月计划分为三步走即绕落回。 嫦娥1号与嫦娥2号实现了绕,嫦娥3号与嫦娥4号实现了落,接下来的嫦娥5号将向其最后一步——回。 嫦娥5号将于今年年底发射,其任务就是实现地月之间的往返,并采集月球土壤样品带回。 带回月球土壤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,更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,像月球的土壤中含有铝、铁、钙、钛、蒙、铭、铭、铭等各种元素,按地球上的标准来看,那就是妥妥的稀土。 因此,我们也可以说嫦娥5号将在年底登月去挖稀土。 当然,嫦娥的任务远没到终点,按照计划,嫦娥5号任务之后,嫦娥6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。 嫦娥7号计划着陆月球南极,进行一次对月球地形地貌、物质成分、空间环境综合探测任务。 嫦娥8号除了进行探测任务之外,还有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实验,所有这些探测器预计都会在近5年内发射。 而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,我们还有更大的计划,那就是载人登月以及建造月球基地了。 建造月球基地,这听起来极具科幻色彩。 虽然人类目前实现了载人登月,但还没有在一颗星球上建造基地。 可以说月球基地计划是一个很冒险的计划。 众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表示,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建有一个月球模拟环境,叫做月工一号。 其作用就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中实现人工生态系统,通过对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利用,实现一些能源的循环。 根据介绍,当前我们已经具备在月球上制造水和氧气的能力,不过目前的难度还是太大,这套密封的生态系统还需要继续完善,以便得更加成熟。 到时候,我们可以在月球或者火星上建造同样的密封基地,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实现在其他星球生活的梦想了。 看来,星际殖民最终要靠中国人实现。